看完MWC眾多亮點之後 我們接下來的鏡頭要帶您離開歐洲 前進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 來看看CES 2024又有更多更驚豔之處 等著你我來發掘 甚至科技巨擘在這場盛會當中 就直呼AI宛如魔法一般神奇 因為在短短的三天時間 您能夠想到包括的科技巨頭 像是輝達、超微還有英特爾 都是主帥親自上陣 包含黃仁勳、蘇茲峰還有季辛格 都拿出自己的鴨香寶來應戰 像是輝達主攻生成式AI 當玩家玩遊戲時 電玩不再是只會罐頭式固定回答的MPC 而是會跟您互動及時對話的AI互動體驗 至於超微則是主攻車用電子 靠著異業結盟要把AI的藍孩給吃下 至於Intel則是宣稱 跟他們做出了地表傳輸速度最快的CPU 想辦法擺脫老三地位重返榮汪 歸達神行長黃仁勳超微大家長蘇茲峰 還有英特爾的季辛格 三大咖AI晶片戰開打 在美國CES大展展開對決 進到神秘的全黑房間 揮達出招 性能最強悍的顯卡上陣 所以你可以想像是 這是一個最適合的測試器設定 為了測試 但也為了飛行測試 你也可以做什麼 你也可以有螃蟹 你的手臂 你的手臂 等等 所以這就是 這就是完美的 所有特效全開 玩賽車遊戲不卡卡超順暢 採用輝達顯卡RTX 4080 Super大玩電競 變身賽車手 彷彿真的開上車道 輝達用生成式AI 替虛擬角色注入新生命 你從哪裡 我讓你離開 我讓你離開 我從城市 就像你 遊戲界正掀起 天翻地覆的變化 角色不用set 指令還會開玩笑 隨機充問 有問必答 想跟電腦裡面的虛擬人物 來對話嗎 真的能夠辦得到喔 我們實際測試看看 你認識黃仁勳嗎 你知道他喜歡吃 台灣的夜市小吃嗎 不好意思我不認識黃仁勳 也不驚 吃他吃 不喜歡台灣的夜市小吃 但如果你 嘗嘗嘗嘗台灣美食 我可以依給你 對家一吃 地道的台灣料理 說中文有著外國口音 但居然不認識自家老闆 黃仁勳 可見回答的系統 真的沒有獨厚大頭鯨 不過倒是和黃仁勳一樣 很懂台灣的美食文化 像是什麼台灣料理 台灣料理包括 許多美味的選擇 比如秋冬夫 如魚彎 前煮奶茶 歡迎當仁酒 是台灣兩條料 你唱過料嗎 可以看到其實他不只能夠善於說英文 沒想到連台灣文化其實都蠻懂的 回答推出適用於遊戲的NVIDIA ACE 未來將推出更多支援 AI即時對話的遊戲 可以創造特別的動物嗎 對 你可以創造任何東西 對 我們來做黑髮的髮型 打字輸入你的想像 瞬間變出粉色的貓咪 給關鍵字就能畫畫 NVIDIA Studio 驅動程式加速創作的流程 AI帶來巨大改變 揮答展現軟硬體通吃的野心 Andy要讓AI無所不在 除了大家知道的桌機 還有筆電上的應用之外 現在積極切入車用 Hello Hi Welcome to the AMD event at CES You can see we have cameras mounted around the car And if you put your hand in here You can see it appearing on the screen So what we're showing here So basically the four cameras are Being fed into this Xylon board And using the adaptive SoC from AMD We are able to synchronize all of the images And create the surround view of the car 超微端出AI大菜 殺入這片車用新藍海 會場展示的汽車解決方案 像是AI最佳化的 及十多感應器目標偵測 車載體驗 自動停車 自動駕駛 雷射雷達 4D雷達 全景環式等 車用AI技術成為亮點 攜手合作夥伴打入機器人 和工業邊緣應用 除了拓星局 超微也持續力穩晶片巨頭的地位 率先將專屬AI神經網路處理器 NPU的運算力導入桌機處理器 We believe AI is the most transformational technology of the last 50 years Put simply AI is the future of computing Internet大秀AI 可以看到這邊聚集許多人 來自國內外的許多媒體記者 大家看的是什麼呢 這區其實是大家最期待的區域 而且剛才其實有很多人 都在裡頭試玩 試玩電競PC 其實感覺起來就像生理奇境一樣 它性能非常的好 因為裡頭搭載 Intel我們的最新AI晶片 滿足電競 創作高效能等使用需求 Intel全新中央處理器 CPU問世 Intel Core第十四代行動 和桌上型處理器系列產品 其中HX系列比電處理器最吸睛 堪稱是地表傳輸速度最快的CPU 所以我能夠更多智慧 晶片三大巨頭揮答超微 Intel互不相讓 爭奪AI賽局中的話語權